嘿嘿 变小熊 我操 哇 这么多玩具 看你们怎么找 哇 这么多玩具熊 肯定有一个是熊妹变的 可是都长得一模一样 哪一个才是熊妹啊 我想到一个方法 糟了 下辈子要干什么 熊妹闻到胡椒粉 一句会打喷嚏 让我抓到你了吧熊妹 你输了 这么快就被抓到了 希望大宝哥哥藏好了 我可太聪明了 谁会注意到一个水桶呢 奇怪 大宝到底去哪了 不行 我要想个办法 有了 熊娜 你找到大宝了没有 当然找到了 小妹 你们输了 胡椒 明明你和 抓到你了吧 大宝变黑原型 你们输了 让我得熊娜 你们两个输了 我们交换身份 现在有你们两个找我吗 现在你们两个闭眼睛数到一百 才可以开始找我们 不准偷看哦 嘿嘿 我要变成一棵树 变大树 我藏 九十九 一百 终于数完了 我的脑袋 熊妹 刚刚这里有数吗 好像有吧 别管这个了 我们赶紧去抓小辈姐姐和西娜姐姐吧 好吧 这两个笨蛋 等着说吧 奇怪 小辈藏到哪里去了 这棵树怎么越看越奇怪 有办法了 这个大宝干什么 很好沉啊 哈哈 我已经猜到了小辈 快点变回原型吧 糟糕 坚持不住了 哈哈 小辈被我抓到了 可恶的大宝 西娜姐姐藏到哪里了呢 奇怪 怎么也找不到 小妹 你找到西娜了吗 还没有呢 西娜姐姐藏得真好 哼 我们怎么会这么容易 让你们这两个呆瓜找到 西娜 我们看到你了 快出了吧 游戏结束了 大宝哥哥 西娜姐姐还不会像你一样那么笨呢 算了 我也帮你们找找吧 按照你们的速度 天黑也找不到 西娜 西娜你在哪里啊 快出来了 天都快了 西娜姐姐会不会是遇到危险了 她一个会魔法的人 能遇到什么危险 我不找了 我要回家了 我也不想找了 小妹 我们还是回家吧 说不定西娜早就自己回家了 关心 快走吧 嘿嘿 小朋友们 你们看到西娜藏在哪儿了吗 lin braucht riff 溢 期间 散